我看下那个左胸部的字传了什么信息 我看这个飞碟像倒扣的锅 像倒扣的锅 平时那个飞碟 那个是在上方的 这次把那个上方垫到下面来了 垫到下面来了 垫到下面来了 倒扣过来了 然后倒扣过来的时候 飞的时候吹的风 吹的风就 对它上面吹 对它上面吹 以前那个吹的时候 吹的时候就往前走了 吹的时候飞碟这样吹的话 就往前面走了 往前面走了 或者飞碟就正在上方 吹的时候挂在上面 悬在上方 现在倒扣过来 倒扣过来 倒扣过来 噢吹的时刻 不是在往前走 而是悬挂在空中 悬挂在空中 飞的悬挂在空中 发现这样悬挂在空中的话 地表的那个温度就不会降低了 地表的温度就不会降低了 悬挂飞的飞的时候 对到上面吹 不是对到地球上吹 不是对到地球上 对到上面吹的时候 对到上面吹的时候 把飞的悬挂在上面 那个吹的作用 就像一个车身飞机 车身飞机飞的时候 可以定在一个地方 不动啊 就像车身飞机 定在那边不动啊 定在那边不动啊 只是那个架子舱上下反一反 架舱倒扣过来了 倒扣过来了 架子上倒扣过来了 挂到一个飞碟 就相惯到这边 既然经常要这样倒扣过来 飞碟还不是可以震得过来 旋转在上面嘛 就像车身飞机一样 车身飞机一样 原来呢 现在又改进了一个方法 又改进了一个方法 飞碟吹的时刻 原来是转的时刻 转的时刻 对到地球方向 地球方向吹 然后飞机就悬挂在一个地方 现在反过来 对到上面吹 对到上面吹 也悬挂在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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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对地面的那个 影响就小了 不至于就是 突然一下地面了啊 我们知道突然一下地面了 产生的后果啊 2009年 墨西哥的 假型流感 就是飞机跑跑跑地 对到地面在吹的时候 把地面的空气 卷走了 卷走了一个 很多在那流感 然后就得病了 然后去年 飞机对到下面吹的是 中国和美国很多地方 那个夏天 主要是在中国夏天 下雪 然后前阵子啊 飞机对到地球吹的时候 当然为了吹那个 马斯克的那个星链呢 看这什么玩意啊 把吹的是个暴风 一次吹到那个德克萨斯州 然后德克萨斯州啊 呃 今年大概二月份吧 下大雪啊 呃 反正前阵子 下大雪啊 下大雪啊 应该是二三月份吧 突然下大雪 突然下大雪啊 然后前阵子 那个飞铁转子了 又让运动那边 运动那边 地表的温度降低了 地表的温度降低了 现在他就感冒了啊 所以啊 飞铁反过来吹 挂在那个 对到上面吹 然后那旋挂它这样 对到上面吹 这样的话 对地表的影响就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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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飞铁就 以前对到下面吹 对到下面吹 现在感冒 刚刚人对到上面吹了 对到上面吹了 一开始就是 他对到上面吹了 是倒扣过来 人倒扣过来相当于 飞铁扣过来 人反着倒扣过来了 像折扇背机 反过来了 现在既然这个 实验成功以后 就把那个翻一下子啊 如先讲还是上方 但那个驾驶舱里面 人是正着的啊 原来 终于一个过程 实验过程是反过来了啊 反过来了啊 然后这都是这么没信息啊 好 再见啊 再见 这都是很有用的信息 再见 好 再见 好